我經常說貪錢是一種美德 被人說我教壞小孩 其實我貪的是自己賺的錢 然下之,我只是鼓勵年輕人 更加努力做好自己 過更加美好的生活 是否正確呢 所以這次約了我Jory 就去問一問他 接下來套年的財星 究竟落在哪個方位 就說就倒 財神多 甚麼財神 我不是來賺錢嗎 這樣嗎 我來吃東西而已 這樣就好一點 坐一會 好… 大熱天使坐在外面,你想怎樣 我嗎?我扮有型 街坊、街地經過 看到我很有型坐在那裡 你很新大汗 我準備了塗布 不過有型也不及有錢重要 所以大前提,趁未過年 未立春 我就一定要捉著師傅 問,接下來套年的財位 究竟落在哪裏 這樣嗎?其實真的很重要 其實每一年有一個財星 先下載自己的飛星圖 飛星圖很明顯是看到 西北位是一顆800星的 那顆就是財星位 如果我們說是用到財位的話 其實是好幾倍的 是馬上發財、有小財 還是地上收到錢等等 厲害了 一用就發財了 對 其實不是這樣的 所謂財星位是那一年當旺的黃位 即是你用了這個位置後 做人會比較聰明 看到一些機會就懂得把握 懂得把握的機會是否好 懂得把握?好 對,做人會比較積極 又聰明,又聰明 甚麼都快點,坐在那裡 甚麼都快點 沒錯 所以如果用這個位置 你自然就會賺更多錢 即是有更多機會會埋伸 但說到底也要自己去行動和爭取 沒錯 記住,所有風水玄學的道理都是 不是說一用這個財星位 就突然會發白 不是的,即是有機會來 但機會來到後 你也要懂得把握才行 我想問財… 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財 有些人會覺得很清高 愛情就算我的財富 不是的,愛情分為愛情雲 事業…不是,事業雲 事業代表你的地位 代表你的職位是否高 代表你有否有用 財運代表機會 我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我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我是一個很懂得爭取機會的人 機會來了 請問我的位置在哪裏 對,你來過這麼多次 我還未真真正正帶你參觀國藥花園 我們關卡布吧 好 好,到了 到了嗎? 是的 現身大,真價勢 還不算,明年的監製更加大 明年快來了 為甚麼明年呢 因為我和大家一樣 都希望一年穩多一年 一年好一年 所以錢對我來說很重要 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那就要啟動你的財星了 嗯 其實你的真正身分 是一個打工仔或是一個老闆 我雙重身分的怎麼算呢 我又是一個打工仔 又是一個老闆 唉,這樣也有 因為有不同的 大家看看你的飛星堂 有兩顆財星 記住 在西北位 就是我們的正財星 八百星 就是為你打工找到錢的 在西位裡 有一顆九字星 是未來財星 即是你的投資星 嗯 每一間屋有自己的方向 你一定要站在屋子的前面 拿出你的展覽針 量度一下屋子的方向 記住 不是每一間屋都是向西的 好像這間屋一樣 它剛好就是向西 就是這裡 沒錯 既然你向西 即是說 這一個位置 就是西的工位 方位 這裡不是一個門 這一個門 就是你的九字 未來財星 就是投資口 沒錯 那西的工位 旁邊就是西北位 西北位就是八百星 八百星就是正財位 那你用這個門 你的財門就會更好 那你選哪個 因為我貪心 我兩樣都想要 我想到最好的方法 我就是圍著這兩道門 玩音樂 每天就在西北 這樣騰騰轉 騰騰轉 曲花園 那就有很多錢了 難怪你這麼快 這樣也願意做 謝謝 立春之後我會繼續走 來,這邊 在西北 西北